大家好,这节课呢,咱们一起来把我们后边这个学习和练习需要用到的这个实验环境先给搭建起来 把这个准备工作呢先做主 那么我们后边很多的这个学习呢都会基于Apaq加MySQL加PHP这个标准的web三件套来完成 那么由于Apaq加MySQL加PHP单独的安装呢会比较麻烦 特别是对于新手来说呢会是一个非常难受的一个过程 因为要做很多的配置的修改一个不小心可能就没有办法协同工作了 所以呢我们就选择使用XAMPP这个套件 它呢相当于把我们整个配置的过程完全给这个打包好了 我们呢只需要下载然后呢简单的做个安装 就可以正常的让Apaq加MySQL加PHP完全一起工作 所以呢这是第一步 第一步完成了以后呢我们呢会接下来安装两个web应用系统 一个是PHP One的这个论坛程序 还有一个呢是A9 One这个项目管理系统 那这两个都是两个典型的web应用系统 它呢往后边的这个很多的咱们的学习和这个知识点的消化 那么都可以在这两个应用系统上啊完成 那么先进到百度啊咱们直接搜索XAMPP 进到它的官方网站 apache friends.org我们呢就去下载它的这个相对应的操作系统的版本就可以了 那它这边呢提供了windows另一个时候macOS三个操作系统的版本 下载一个属于我们自己的 和是我们操作系统平台的就可以了 那么在这边呢就特别注意一下 咱们无论你是什么样的操作系统 对我们后边的知识点的学习是不影响的 你现在用的windows那么就请下载windows 如果你现在正在用Linux那就下载Linux就可以了 如果你用的是这个macOS也没有关系 不影响我们后边的演示和学习 因为我们呢不是针对操作系统本身 而是只是针对XNPP 或者说只是针对apache加mySQL加PHP来进行演示和讲解的 所以没有影响 大家尽管放心的下载 那下载完了呢 当然就进行一个简单的安装的过程 这个安装的过程呢 其实没有什么特别要强调的 那我呢只是说尽可能的让大家少走一些弯路的话呢 简单给大家提一提 里边一些稍微的注意事项 通常情况下咱们安装的过程当中 我的建议就是完全的默认安装 一路向下就可以了 不需要去修改它里边的任何配置 那记住这一点 好 那么这边的话呢 有个路径建议不要去修改它 如果你实在忍不住想要去修改它 也没有问题 那么务必呢 确保一点在我们的路径里边没有包含中文 那接下来的话呢 让我们勾选是否要安装成Windows服务 建议大家也不要公选 保持默认 因为一旦勾选成标准的Windows服务了以后 它会自动随着Windows的启动而启动 这个过程呢 会消耗你一定的资源 没有这个必要 而且同时如果说它启动不成功 我们也很难知道到底是什么原因启动不成功 所以呢 我们建议大家手工的在需要的时候才去启动它的服务 OK 所以呢 完全的保持默认 直接点安装就可以了 安装完了以后呢 我们可以直接打开它的一个控制台 在我们的这个目录底下 有个XMP control 直接打开它这个控制面板 那这里边的话呢 我们可以直接手工的来开始Apaq和MySQL这两个服务 只需要启动这两个就可以了 那么在这个启动的过程当中呢 有可能会出现一个问题就是Apaq或者MySQL启动不成功 那在这下边呢 它会告诉我们没有办法正常的启动 那这个通常来说啊 80%以上的原因都是因为端口冲突导致的 那么这个端口冲突怎么来解决呢 XMP帮我们提供了一个小工具 让我们可以来检测到到底是哪些用程序占用了 它需要用的的几个端口 就在这个目录底下 XMPP portcheck.exe 咱们呢直接去运行 那这里边我们就可以看到 哪些端口现在是什么状态 Apaq要启动的话呢 它有三个端口需要或者可能会用到 那么8081和43 如果说没有别的应用程序占用这个端口 那当然好 我以为都是能正常启动的 一旦因为端口被占用而导致无法启动的话 我们就可以在这个status这一列里边看到 这个被占用的这个端口到底是哪个应用程序啊 在在使用它 这样呢 我们可以直接进到任务管理器里边强制去把它结束掉就可以了 OK 这是最主要的一个原因 当然呢 如果说你启动了 没有办法正常的运行 但是呢 也用这个端口检查工具检查了 发现 也没有办法发现这个端口的冲突 但是就是起不来 那么这种原因呢 可能啊 不排除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原因 在这种情况下呢 这样建议大家到时候直接呢 找我来沟通就可以了 好 那么一切都启动好了以后呢 咱们在浏览器里边呢 去做一个检查 看看这个能不能正常的访问它 直接输入http 冒号鞋-localhost 看看能不能正常访问 如果出现了这样一个画面 就表示XMPP呢 是完全可以正常访问的 没有问题 那这样的话 就表明我们的整个安装过程成功了 没有出现任何问题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进入下一步 去安装PHP-1的 PHP-1的这个论坛呢 我们首先去它的官方网站上去下载 PHP-1的.net 直接去下载它的新版本 或者叫新一点的版本都可以啊 那么我这边的演示过程呢 为了跟大家的后边的练习 则这个版本有所区别 我呢使用了一个相对更老一点的版本 7.3.2 7.3.2 现在最新的我们看已经到9.0.1了 那么我这个演示的时候用一个老一点的版本 大家呢 进入这个新一点的版本再去做练习 如果说版本上有一些差距 正好呢 可能就是说 会让大家感觉到是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 正好呢 我们就进入这样的不一样 去把这些知识点呢 做进一步的一个消化 OK了 所以呢 大家呢 去下载新的版本就可以了 当然这些下载资源 不一定你非得要去这些官方网站上下载啊 咱们的这个学习资源库里边 也都会把这些东西呢 放在里边啊 当然到学习资源库里边去下载 也是没有问题的 下载完了以后呢 我们需要解压缩这个目录 找到我们的下载的这个目录 然后呢 解压缩就可以了 好 解压缩完了以后呢 怎么办 接下来 解压缩完了以后 我们进到这个目录里边 直接复制Upload这个目录 复制到哪里呢 复制到我们的 xampp的这个目录底下的 htdocs这个目录啊 注意一下这个路径 htdocs这个目录是 xampp默认的一个网站的目录 那么这个目录底下呢 我们就可以放置任何的网站 我们把刚才那个Upload呢 目录先考过来 那么Upload这个目录呢 一旦考过来了以后 我们相当于就新建了一个网站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了去访问他了 那么在浏览器里边直接输入localhost 后边跟上咱们的这个目录名称 Upload就可以直接访问了 OK 但是在这边啊 我提醒一下大家 由于我们的论坛叫php 问的不叫Upload 而且Upload本身又是一个通用的一个名词 所以的话呢 建议大家啊 尽量在这个地方 把咱们的这个名称改一下 不要叫Upload 比方说我们就改成叫php问的732 这样改成这样一个更有意义一点的这个目录名称 那么在浏览器里边访问 那么我们同样的对应的来访问 php问的732 由于我们是第一次啊 使用这个网站 所以呢 它会直接跳转到咱们的网站的安装的页面 直接点开始安装就可以了 同意 好 在这里边呢 会输入数据库信息和这个管理员的信息 数据库的信息啊 保持默认 不用去对它进行修改 XAMPP安装完了以后 MySQL的数据库默认的用户名是root 默认的密码是空的啊 不需要填 没有密码 那这边呢 管理员的用户名密码123456啊 随便输一个 确认一下 好 那么就可以直接进入下一步安装了 问我数据库密码为空是否确定使用 没有问题 确定使用 好 继续 注意啊 这个地方呢 我这边由于我本身已经有一个PHP问的的一个网站了 因为在我的这个目录地下已经有一个了 以前安装过的 因为我现在呢 因为我现在呢只是给大家做一个演示和讲解 怎么来安装和配置 那所以的话呢 我回到上一步啊 把这个数据库名称改一下啊 主要是因为数据库名称冲突改成 PHP用的732 继续下一步 好 这样呢 安装就算是完成了 这边默认的这些插件要不要啊 我们都不用去管它 因为我们本身并不是来说要把这个论坛玩的多么赚 我们呢只是说安装一个应用系统来帮助我们学习 web系统里边的一些测试的知识 好 继续下一步 好 完成 默认论坛模式 没有问题 好 这边呢他会问我们是否要建立一个新的板块 那么当然我们呢可以马上去建立几个 比方说他默认呢会有一个板块叫默认板块 我们呢再继续去添加板块就可以了 添加一个比方说叫web系统测试 再去添加一个板块叫做web开发知识啊 随便 我们就添加这么几个板块吧 那提交 好 这样呢咱们的整个php问的就算是安装完成了啊 其实你会发现这个过程呢没有任何复杂的地方啊 咱们呢按照他的提示一步一步往下走就可以了 那么 安装完了以后呢 我们直接可以通过输入localhost的php问的732 直接就可以访问到我们的这个论坛首页了啊 当然现在呢只有一个会员 你看同时呢没有任何帖子这个呢我们可以直接去发表新的帖子进到这个板块里边去发表帖子就可以了啊 这就跟我们通用的一个论坛程序操作是一样的啊 那这个安装基本的安装过程呢也就到此结束了 那现在的话呢我们还可以呢去做一个简单的修改啊进到后台里边 admin123456一管理员的身份进到我们的这个论坛 然后呢到系统设置里边 咱们去做一个什么事情嘛 我们比方说我们可以拿去创建用户啊 去创建板块去维护一些权限等等啊 这些都可以 那么我们接下来主要呢 要来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关闭它的这个防灌水的机制 因为我们知道论坛呢 它都会有一些防灌水的设置 就是比方说你在某一个短很短的时间内 你是不能不允许连续的去发帖 或者说连续的去访问或者刷新一个页面的 我们来把它取消掉 因为后边我们的这个测试的工作呢会用到它 比方说我呢就选择某一个这个用户组的权限的 用户组然后呢直接编辑 在这底下咱们可以找到一个防灌水机制的 好这边有个灌水预防 多少间隔时间内不能发帖 设置为0这不做限制 默认是5秒钟时内不能连续的发帖 我们把它改成0取消这个限制 好直接保存 操作理由啊可以不用输入 那这是针对刚才我们看到的啊 针对的新手商户这个组针对其他的用户组我们呢 也都可以挨个去设置他的这个 防灌水的这么一个机制啊 直接把它们给取消了 或者改成你想要的一个这个间隔时间啊 这可以做这样一个事情 那么板块的话呢直接在这边啊板块管理底下呢 咱们去创建或者删除板块 OK啊这个过程呢就关于PHP问的一个基本的安装呢 就基本上到这儿就足够了啊 后边的话呢我们呢就是来正具体的来使用它 好那接下来呢咱们进到第三个应用程序的安装 H1H1的话呢这个大家呢可以在我们的学习资源库里边去下载 也可以到网上去下载啊 网上的话呢啊我也搜索了一下 CSDN由我之前呢上传的一个H11.1的这么一个版本 大家可以拿直接去下载 那其他的地方呢啊也也会有的啊 包括之前啊很多很多年以前啊 在新浪微博上也提交过这些一些版本 大家直接去下载就可以了 那么下载啊下载完了以后呢 你会得到一个压缩文件 那么这个压缩文件的话 不大也就是三四兆四兆左右的样子 那么我们呢直接解压说跟PHP问的一样的 得到这个目录以后 把这个目录直接拷贝到咱们的htdocs目录下 然后拷贝到这个目录底下 拷贝到这个目录了以后 那么我们呢 因为这个目录名称比较长 咱们呢尽可能把它修改一下名字 比方说我们改成H1-2 因为我已经有个H1了啊 这是以前本事就安装好的 好改成H1-2以后呢 咱们还是同样的道理 在浏览器里边输入 localhost H1-2去访问它 好由于呢它是手持安装 所以同样的它会跳转到咱们的这个安装页面 啊 那么咱们直接切换到中文版本 数据库的信息 这个呢不用默认的都不用改 我们看到用户名 root密码为空啊 也都是默认写好了 不用去改它 数据库名称H1-2 好然后呢我们直接点出创建数据库表 OK这个过程就已经完成了 H1-2就完全可以正常使用了 非常的简单 现在我们直接可以呢访问首页 那么默认的用户名密码啊 回过去看一看 默认的用户名和密码啊 刚才有了 现在没有显示 Admin Admin 这是默认的密码 Admin Admin 好直接登录进去 就可以看到整个H1-2的一个界面 OK到此呢 这个H1呢 这个应用程序也算是安装完成了 那么在H1里边呢 我们可以进入到系统管理里边啊 去创建项目 创建用户 创建各种各样的一些配置型的东西啊 都没有问题 创建完了以后呢 这是后台 那么这是前台的一些用户使用的页面啊 就是我们一个项目管理过程 比较常用的一些过程 让每个过程对他的资产进行资产查牌的管理 OK就这么一个相对比较简单的这么一个系统 那么这里这个系统啊 看似功能都正常 事实上 他里边隐含了很多很多的bug 那么我们后边呢 就通过我们这些一些知识的这个消化和运用 把这个H1这个系统里边的这些bug呢 全部给他找出来 大家呢 慢慢的来体会这个过程 这节课呢 咱们先到这儿 conocisée 294 4 5 6 谢谢大家